剛剛進入錦田 趁著天氣不錯 Pauline首先帶著我們遊走錦田的名姓和風景 感受一下鄉郊的生活方式 這裡有一個叫錦田樹屋的古蹟 其實它在四百多年前有一棵榕樹 剛好跟一間青磚雅頂屋共生 到今天四百多年後 其實榕樹的氣根慢慢越長 剛好包圍住了一間屋子 變成一齊了 到今時今日成為了香港很有名的古蹟 錦田唯一一間雜母學校 叫做長春園 自康熙年代已經有辦學 旁邊的理論是長春園 旁邊實踐有一個雜母場 古時的學生在裡面練舞 這間是鄧氏家族的其中一間祠堂 都有百多二百年歷史 裡面會有祖先在這裡供奉 譬如過時過節他們都會有製造不同的儀式 在裡面還繼續進行 之後我們再到工作坊製作手工花生像 享受製作花生像的過程 和增加親子互動的時間 我們現在會先剝花生的殼 然後我們會用花生去焗 焗香之後我們會剝衣 剝完衣 我們會把花生放在攪拌機上 用攪拌機攪拌 我們做粗粒花生像 我們在開始的時候 就打了一些不同大小的粒粒 留在消毒的玻璃瓶上 弄到它很幼滑之後 我們會調味 調味最基本的 其實我們會加少許Rosemary 令它有抗氧化的作用 然後就會加一些鹽 我自己試過很多鹽 其實喜馬拉雅山鹽 會令食物的味道更加突出 就不會太過死鹹 然後我就會加一些蜂蜜 這個是本地蜂蜜 我建議可以選一些不太稠的 這樣會比較容易跟花生醬融合 加進去之後 除了它有甜 其實我們還利用蜂蜜有香 令花生醬有層次一點 柔滑花生醬調味之後 我們就把它放進 剛才我們留在粗粒的瓶裡 人手攪拌均勻 把花生醬和粗粒混合在一起 這樣就變成粗粒花生醬了 我剛才看到甘魚 蜜蜂和好大棵蓉樹 我今天學到一隻很美味的花生醬 還有這個是我想送給媽媽的普通的禮物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